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北省鄂州市的葛店开发区有一个叫影子山的地方 说是山其实就是一道山坡 有一条不到三米宽的小路通向林子深处 我们警察我们自己到那条路上去过的都很少 都不知道那条小路是通往什么地方的 2012年11月的一天早上 两个在附近的村民发现路边的小树林里盼着一个人 一看瞎了一跳 发现是一个女的面目朝下 背朝上 旁边有很多血迹 狮子身上有多绝的刀杖 衣服相当的凝囊 麻烦的模样像一个鞋子那样 里头部前面大概是个大三十公分 有一个大餐的白色的鱼盖部 涉体的东边也有一条白部 白部上面有很多血 小树林里一块没有被树叶覆盖的泥土上 有一类新鲜的鞋印 大约四十亿码 案发现场让刑警们无法忘记的 还有女孩紧紧握着的拳头 我们这段就是应该是作案的第一现场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关于死者的身份信息 这类的东西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这座椅子山呢才三十多米高 但是这个小山坡上林子很深 路很幽暗 遇害的女孩到底是谁 她为什么会到这里呢 现场勘察仍在继续 而关于死者身份的排查依然没有结果 就在此时 隔电派出所又接到了一起报案 我们这里有个保育学 说他们有个女学生 本来应该是死罚号的网站到下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到下了 失踪的女生叫龚小静 她所就读的保育学校 是一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最先发现龚小静不见了的 是她的好朋友 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国会子 她说星期天下午 她没有看到小静回宿舍 到了晚自习点名的时候 小静也一直没有出现 要对她这个失踪的女孩子 姓名 身份 体貌特征 衣物 穿着 随身携带的物品 就进行了询问 小孩穿着个卫衣 卫衣上面有个五角线 和颜色的模特 下面穿个牛的红屋上 失踪女孩父亲的描述 似乎正印证着那个可怕的重合 给我们感觉 失踪的女孩子和我们现场发现的 这个女士非常相像 这时 案发现场的勘察已经结束 尸体被送往殡仪馆 警察马上带着小静的父母 赶往殡仪馆进行辨认 结果是他们看到了 躺在冰冷担架上的女儿 现在一说起当年的那个场景 小静的妈妈还是持不住的泪 我觉得人家这小孩还是死的 没有死 我怎么觉得呀 只是大汤而已 说起小静 夫妻俩都觉得亏欠孩子太多 他们老家在湖北省英山县的大山里 夫妻俩到武汉打工十几年 一直就把女儿丢在老家 跟奶奶一起生活 直到2012年 小静初中毕业 两人才把她接到了身边 小静的梦想是当幼儿园老师 本来是准备去读幼师学校的 但是报名晚了 学校照晚了 所以这一年她养出的呢 没有打得好学校 没有办法 才是那个保育学校出的 我都一年 我都当在家里休息 然后在家玩也不行 我明年下个年再给她打一个一二万 她就乱听进去了 谁知刚上学不到三个月 小静就出了这事 这是父母最自责的事情 他们说 这孩子没想到一天父 我的小静现在不是一点愧疚 这是一生永远感病不了的愧疚 因为小静所信的话 跟我在一起 我真是不配一点做父亲 真是不配 发现小静的那个椅子山 离她上学的宝业学校 往南还有两公里左右 小静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害呢 同学们都说 没有在学校里见过她 那她有没有回到过学校呢 反一还在死者的体内 发现了少量的胃内容物 据此推断出了小静 大概的遇害事件 而在实际上 更多细微的特征和伤痕 解释着另外一个事实 身体的内部的身体外 上背转成了个麻烦胀 下降 发现有带血的灵气 也有血血的情况 死者在生前应该遭受过他人的 猥亵的这个过程 法医确认 小静是在星期天的下午 17点左右遇害的 而从现场发现了刹车印 血印和血迹打开 警方认为小树林就是第一现场 葛电开发区公安局 很快成立了专案组 根据案情决定分成三组进行调查 第一组要做的就是 去还原龚小静最后一天的行踪 小静的家在武汉的江汉区 而他就读的宝业学校 在临近的鄂州市葛电开发区 有大约50公里的路程 小静的父母说 通常女儿返校要分三段路走 首先是在家附近搭乘公交车 他先从这里走五里三日 和在那个小东门下车 下了公交车后 小静在换乘开往葛电开发区的 长途重发车 就这个地方通过车车 然后通过步行 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上到华龙的达湾 然后继续往葛电方向行 然后到葛电街下车 葛电原来就是个镇 有很多老房子 近些年 当地在葛电镇的基础上 扩建成了新区 宝业学校就建在新区里 从葛电镇过去还有十公里 当这个学校的话 你这个葛电镇这边是比较偏远的 然后他要改成 命迪之后的三里麻木车 然后他直接到他们学校 他平时的返校路线就是这么样的 那么那天 小静中午出门之后 他的行动轨迹 是不是真的和往常一样呢 他又是怎么到达的案发现场呢 警方首先调取了那天下午十三点后 经过小静上车站点的所有503路公交车 车载监控录下 然后我们当时在公交车的节目上 就发现了平衡性上了车 十三点四十分四十八秒 小静出现在了画面中 他刷了公交卡 上了这辆503路车 就看着他提人一个手提带的 身上的衣着 套着上牛仔裤 那个板鞋 加了一个垫子 这个一整个的这个型 这个一整个容貌和这个体貌特征 衣着和我们现场发现实体的 身上穿着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 车里的另外一处监控显示 小静上车后 车厢内的空座还比较多 于是他选择了中部靠右的 一个单人座位坐了下来 并把随身携带的布袋 放在了地上 这一路上 小静或是忘了窗外 或者低头打着瞌睡 并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 就这样大概坐了四十分钟 十四点十八分二十二秒 公交车停靠在了小洞门站 视频中 小静起身往后门走 准备下车 当他发现后门人太多 下不去时 又折返到了前门 在车前门的监控录像里 可以看到小静是从这儿下了车 小静下了公交车后 继续往前走 似乎是走向接下来要乘坐的长途重霸车的方向 十四点十八分四十六秒 小静最终消失在了公交车的监控里 按着监控查下去 也许很快就能摸清小静那天的路线 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并不顺利 我们以为那个通风车上也有那个通风车 但是他们那里并没有安装 警方并不能确认小静下了公交车后 是否采用了往常的路线返校 但是他遇害的椅子山 离他要去的终点宝业学校 其实也并不远 学校网门只有两公里了 你好 您好 我们到某了 一般我们在门上面都有监控的 监控系统晚上都有夜深 那天晚上小午这个 这个闪 看到有没有进去 这个学生有没有进去 那结果能够花生多长时间呢 一个月 就没有发现这个彭小静到下的情况 说明这个彭小静在露头当中 从家的到这个学校之间 学校的露头当中 他失踪了 小静没回学校 他为什么会去走那样的一条偏僻的小路呢 他是自己去的 还是被人带到哪里的呢 让警方疑惑的还有 小静出门时 那个手提袋又在哪呢 信上没有发现 但是他确实带了这些东西 在查明龚小静当前行踪的同时 另一组警察 则围绕着他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小静的父母反映 女儿平常接触的人比较简单 最多的就是同学 他的学校孩子 都是小孩 是自己的孩子 他就有那种心 就是爸爸的小孩 那个心 在保野学校 警方找到了平时 跟小静接触多的老师和同学 了解他的情况 闺蜜郭惠子向警方说起了小静 告诉他的一个秘密 郭惠子说 学校2011级 有个叫沐飞的男生 喜欢龚小静 警方问起了沐飞 老师才想起了这个男生 他这两天也不在学校 说是家里有事请假了 老师翻看了电名册 巧的是 沐飞也是从星期天开始没来的 你他也没有到下 这个是我们就马上引起来警局 他是什么地方的人 他就发现是汉川市的 一个汉川农场 我们就派人专程到农场 找到的时候 他们正在网马上网 那是新年电名的时候 你跑哪里去了 他们没看到人呢 通过对沐飞亲戚邻居的问询 警方证实了他的话 排除了他的嫌疑 小静是怎么到的案发现场 他最后一天见过谁 这两个问题成了拦路虎 这两个拦路虎 一个星期也没被搬掉 也就是在这周里 人们对这起的案件关注度 是越来越高 一个16岁的少女 正值人生的花季 黯然掉领在椅子山中 这样的消息很快传开 当地人则绷进了神经 是轰动性的 我们这边不光是本地的老百姓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外来务工 可以这么说把人人自危 女工都是结伴上下班 决生要求放学的时候 集体行动 案子没有被侦破 真相没有警力 传言也开始满天飞了 而在这个星期里猜测让另外的一个矛盾 日间计划 小金的父母认为 学校的管理有漏洞 要对小金的死负一定的责任 我必须是这个女人 如果说女人学校里没有关系 那这个事情说不出 他认为我这个学生已经离开了家 在返校途中 应该这个责任由学校来承担 而学校认为的 应该是进入校园 我才承担责任 在返校途中我就不承担责任 孩子被害了 在校外被害了 但是他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所以说学校在这方面 专案组的警察听说这件事情后 马上去了学校 向家属们介绍了案件侦破的情况 家属的疑虑慢慢消除 很快撤出了学校 现在在这儿做的是不对的 人家也有学生在学校途中 所以我总认为我们这种做法是这种自私 但我希望你这个同事的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谁希望他相信我们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跟进 一定会给人死的一个交代了 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了 但是却仿佛给专案组的警察再次上紧了发条 现在只有没有抓到心 我就怕犯人走了 他要罚案了 可是对龚小健的外围调查进展不大 他的最后一天仍然充满未知 警方一直还有一组人 在默默地做了一件最细致的工作 那就是对物诊痕迹进行检验 他们能让这些证据说话吗 在案发现场警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当时他们还提取到了两条白色的布袋 其中一条浸染了血 警方这些血迹中提取犯罪嫌疑人的DNA 但是结果并不是他们期望的 刑事案件中DNA对于锁定犯罪嫌疑人来说非常关键 但是这次现场的血迹中 未能提取到嫌疑人的DNA 难道他就这样隐身了 DNA的这个检查有很多种 最常规的是从血液中提取DNA 此外人的毛发皮肤组织碎屑中都能提取到DNA 专案组根据物诊的情况 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技术来获取嫌疑人的DNA信息 接触性的DNA就是说和人的这个人体组织 有个直立性结束的 这些我们通过为量无诊 能够同样能够提取基因 警方将嫌疑人可能接触过的白色布袋以及衣物 送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检验 而那位协议 他们也把它放到了鞋底纹路的数据库中进行比对 希望能确定到底是双什么鞋 物证鉴定一时还没有结果 就在葛店警方的交集等待中 新区内接连发生了两起案件 让他们的神经再次绷紧了 房的地点都是在这个椅子山的附近 第一个报警的是小学五年级的孙老师 她说班上的一个女生小月早上哭哭啼啼地跑到学校 追奔之下小月直无地说了上学路上遇到的怪事 小月吓坏了一直哭得不停 老师感到情况严重就报了警 隔了两天 这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了另外的一个女生身上 而这次的遭遇惊心动魄 这个小孩子把摩托车开到前面去 急着直接地把他要往这个小学里面拉 想要喊叫 幸运的是两起案件中 女孩都顺利地逃脱了 然而随着警方的深入了解 他们震惊的是这远不是椅子山上发生的全部 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学生 学生就跟我描述说 有这样一个人 可能问话 比如说这个小朋友长得很漂亮 成绩好不好 向这个学生慢慢地靠近 他就会把这个女孩子抱在怀里面 开始亲他 不光是女学生 不光是白天 一些年轻女工 甚至在夜里也碰到过这样的猖狂举动 他们在晚上 12点钟下班的时候 然后有人骑着摩托车 跟着他们的后面 到了人偏僻的位置 那个摩托车超越他们 停下来 做一些下楼的动作 小静的命案还没有侦破 现在又发生了连环猥胁少女案 很多人都害怕小静的悲剧再次发生 那小静的死和连环猥胁少女案 会是一种巧合吗 事件中 法医发现小静的下棋有伤 判断他也曾经遭受过猥胁行为 连环案的受害人都提到 嫌疑人有一辆摩托车 而小静被害的现场也有刹车的痕迹 这些都能关联上 而且不止这些 警方比对发现连环猥胁少女案 和小静被害案之间 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这集中在这个椅子山这附近这也快 然后这种环境 这都是以偏变护战 都有一个信变态的猥胁过程 真的的人群的话 看起来比较像学生的 学生类型的年轻的女性 会不会是这个嫌疑人 因为想侵犯彭小静 而没有得逞 恼羞成怒 一怒之下 把彭小静杀害了 椅子山魔影屡屡现身 一个包牙的男人 一个三行字的字条 两环七宗案 能否解开小静被害之谜呢 两条白布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专案组决定病案侦查 根据受害者的描述 嫌疑人一米六左右 皮肤较黑 大概四十岁 骑了一辆踏板摩托车 多个女生提到 嫌疑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有两颗大门牙 就在那个学校周围 就找那个视频监控录像 我们就在这个录像里面 就找那个时间点 经过那一段录像的人 有没有像这样一个 体貌特征的人 通往椅子山的小路 有一个必经的十字路口 在这个路口的监控中 来来往往的人 有上班的 有送孩子上学的 人们在这里的身影 总是匆匆而过 但是警方发现 有一个人 他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人不止一天的 在这里停留 连着几天警方都在录像中看到他 第一天 第一天早上七点二十分 这位男子把车停在了路边 在路口四处徘徊 第二天 他又把车停在了那儿 来回走了几圈 就静止走向通往椅子山的小路 通常过七八分钟 男子会再次出现在画面中 他从那条小路上快步走下来 并骑上了摩托车 迅速离开 录像看到第五天 警察发现 男子在离开时 不停地向小路的方向张望 而他最后 闪过监控的画面 更加深了警方的怀疑 不知道是因为风大 还是什么原因 他把嘴离开了 所以那个门牙露出来了 那两个门牙是非常明显 你看着然后给老师 彩月一下 老师也说 这个人好像就是经常在学校周围 经常可以看见他 但是不知道这个人 姓什么叫什么 什么地方住 也许是嫌疑人听到了什么风声 一段时间内 再未发生过这样的案件 查来查去 警方的感觉 好像是在树影重重之中 他们看到了嫌疑人 但是这个嫌疑人到底在哪儿 现在依然没有真正的目标 就在那天 他们在调查的路上 有一个女人突然跑到他们跟前 她给警察 递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有三行字写着 我叫你七点半到上学的地方 我等你 你为什么不来 我到那里等你 你快来吧 我给你钱 我喜欢你 这个女人说 她的家就在学校的附近 女儿家家刚去买东西 回来就不对劲了 她看到家家手里 钻了一张纸条 她拿来一看 吓了一跳 追问之下 家家说 昨天的那个坏人又来了 上学的时候 有个陌生的男子 教主和他交谈 抱着他 不但亲了他 而且告诉这个小女生说 我给钱你去买糖吃 然后明天早晨 你还在这里来等我 行不行 家家胆子小 没敢跟家里人说起这件事情 第二天是周末 家家没有上学 早上他去了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笔 就在他付钱的时候 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背后 塞给他了一张纸条 就走了 家家吓坏了 跑回了家 警方分析 可疑男子显然已经接触过家家 而且他想再度对家家下手 最重要的是 他很可能还在昨天的地方等着家家 那么男人约定的那个地方是哪呢 家家告诉警察 昨天在椅子山那个拐弯的路口 他遇到了这个男人 家家指的这条路 警察并不陌生 那正是龚小敬死的地方 然后我们小碎步的就往那个学校 学校旁边去 站在他的小路上 让我看到这个人 跟他双边那样的人 非常的相似 骑到摩托之 抓到的人叫刘胜国 就是那个有着两颗大门牙的男人 刘胜国今年51岁 他交代了最近几个月 至少有七体在学校附近发生的连环猥胁少女案 都是他所谓 他承认他喜欢赚这些小女生的便宜 喜欢在学校之后附近赚抱着女孩亲 但是当警察问起去年11月 发生在椅子山小树林的迷幻时 刘胜国以后否认他与此有关 刘胜国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呢 就在这时公安部物证监定中心传来了消息 在小健的内衣和白色布袋上 检出了混合DNA 混合DNA分音是指两人和多人的DNA成分的混合 它说明这两条白布被两人和多人触摸过 从现场勘察来看 死者与嫌疑人之间存在着抗争 警方认为嫌疑人应该接触过死者的内衣和白色的布袋 排除掉死者的DNA分行 这些混合DNA分行当中应该包含嫌疑的DNA分行 也就是说这样的DNA检测结果能作为依据来排除和认定嫌疑人 警方迅速提取了刘胜国的血压 与混合的DNA进行比对 结果排除了这个刘胜国作案的可能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警方的侦破工作 好像很多事都是无用功 但是如果没有排掉一个个不可能 又怎么会接近真相呢 迂回曲折了三个月 葛店警方得到的关于嫌疑人的有关信息还是不多 是不是侦查的方向出现了偏差 他们准备再次回到现场寻找答案 在回到那条小路上 密林深处的现场仍然立地在目 当初警方用白线画下的死者遗体的位置仍然是清晰的 随着检验的深入证据在不断地发生 随着检验的深入证据在不断地发生 在机动车里是四轮小型面包车使用的最多 四轮车大约三轮车 三轮车大约两车 送到公安部进行比对的鞋印 也跟三款分别产自上海、广东、浙江鞋上的产品对上了好 三款鞋都不是特别大的名话 在所有的证据当中 唯一的物证是那两条白布 都是长一百五十厘米 宽三十厘米的 两块白布并不厚 一块沾染了血迹 一块没有 这到底是什么布用来做什么的 它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 警察这才能明白 其实这两块布叫做校布 也就是披麻丹校中所说的那个麻 几个月来 嫌疑人一直是营绕在警察脑中的模型 而这些新的线索 让他的形象又清晰了一些 一个的这个嫌疑人应该有一个中央工具 就是车链 第二个呢 我们刻画这个嫌疑人的年龄呢 是二十到四十岁 对于这个足迹来判断的 第三个呢 嫌疑人 他的朋友呢 他清楚呢 肯定有人过世 他从会可以复若这个校布的条件 再一个呢 这个嫌疑人有带刀的习惯 在案件的分析会上 校布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他是在参加了亲属丧事之后才能领到的 追踪校布的来源 对于缩小嫌疑人的范围来说 最为有效 警察首先来到了殡仪馆 警察首先来到了殡仪馆 那里面隔壁地区 死亡的人数有三十八个人 三十八 死亡三十八个人 也就是说办了三十八场伤事 在现场 发现的那两条校布 应该和这三十八位使者中的某一位有关系 我们每一家就上门 到他们家里了解情况 我们这边风俗办伤事的人他需要回力 他有一个有份名单 这个名单上面他会列出 就会详细列出来 这一家人是来的多少人 每到一户人家 警察还向他们收集校布 最后一共收集了多达六十条 警方把这些校布的样本送简 与现场的那两条校布进行比对 我们把一条校布与几十条校布放在一起做对比 看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皮质生产出来的话 主要看他们的纹理还有密度是否相同 排查嫌疑人看似缩小到了三十八家 但是真正做起来 排查的量还是让警方吃了一劲 三十八户 三十八人 三十八人 你一个人的话 要出兵的话 少了几十人 多了一家有人 三百人几百人 比如说三十八家的话 那个量肯定是有好几千人 两条白布 这位搞行政的一个政策 阿杰在你的手中 你一步一到够 你就向你牵着一条命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想着那这个女孩子 当时紧握着那双手 那个拳头 里面抓紧紧的那种痛苦的样子 有时候做梦的时候都在想 两条白布 签出了三十八人的死亡名单 亲友意外离世 是否暗藏阴谋 少女花季凋零 黯然破碎了多少颗信 两条白布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小静遇害的时间是2012年11月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 对他的家人来说 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 让小静的父母没有想到的是 六个月后的一天 那个宝叶学校又有学生出事了 这回出事的还是他们认识的人 这是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 就发生在宝叶学校门前的马路上 撞到以后 这个人倒在 倒在这个地方 他的一只腿被大货车已经压伤了 大货车就走在前面大概三十米的地方 在那才停下来 这个学生手的里面包裹有些东西 在地上全部都撒在一地 被大货车撞上的学生当场死亡 那么这个死者呢 就我们调查是宝叶学校的学生 叫郭慧子 是外地的一个学生 被撞身亡的郭慧子 居然正是龚小静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发现小静不见了的 他也曾配合过警方的调查 当小静的爸爸一听到郭慧子的事情 他凭直觉判断 这就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都是以来这么巧的事情 就是说这样 郭慧子跟郭慧子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在前面最好的关系 先是女儿小静遇害了 案子未破 现在女儿最好的朋友 不到半年又意外身亡 小静的爸爸认为 这两件事情之所以会连着发生 这肯定是一个阴谋 小静的爸爸推断 有人在试图用郭慧子的死 掩盖女儿小静被害的真相 想到这里 他立刻赶往公安局 把想法告诉了刑警 对于郭慧子的死 交警部门其实已经做出过责任认定了 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驾驶员胡某 驾驶车辆未能确保安全 这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难道这个结论现在要被推翻吗 刑警们重新调阅了交通事故的安全 遇到现场再去勘察 还专门调查了大火车驾驶员胡某的情况 爸爸这个交通造势的是一个 这个通话警察进行调阅 和这个死者啊 和郭慧子啊 和这个彭晓星之间 有没有手续关联啊 也会变化了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慎重的 的确郭慧子的死就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 其实刑事案件的侦破 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从来都不是靠直觉的 当物证开始说话的时候 真相就真的不远了 收集来的60块校布 检验人员已经比对到了第48块 这块校布对应的 是试者张真荣的葬礼 时间是在2012年的11月8日 也就是小净遇害的10天前 在于现场发现的校布比对中 检验人员有了惊喜的发现 他们家所使用的校布 和我们现场所提取的 这个校布所用的材质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 现场的两块校布 是来自于参加过 张真荣造丽的某个人 但是这个张真荣 他的亲戚是非常多的 范围缩展缩展了 但是人数也有好几百人 走发了多日 警察终于听说了这三个字 胡继金 胡继金为什么被怀疑 因为他是试者张真荣的外甥 参加了葬礼 拿过校布 把他带在了身上 而且他居然曾经有一辆 四轮的面包车 警察悄悄地找到了那辆车 现在的车主出示了交易票据 一看果然就是胡继金卖的 日期显示 胡继金是在案发后不到半个月 卖了这辆蓝色面包车的 买主还说 买回来后 他发现车上的很多地方 刚坏了新的 那么胡继金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找到胡继金的车之后 警方也很快找到了他这个人 胡继金在葛电开发区 一家电子厂上班 不露声色的警方提取到了他的DNA 并且于校布上检出的混合DNA 进行了比对 现场的这个混合DNA里面 就包括了这个胡继金的DNA 这个信息在里面 我们经常就可以确定这个胡继金 应该就是到这个现场的人 胡继金很快就在他打工的厂子里落了亡 到案之后他承认了他的所作所为 小静正是死在他的手下 寻找难度最大的是作案工具 一把匕首 胡继金说作案之后 他把匕首扔进了回家路上的一个池塘里 要把这个水塘里面的水 我们要拍干 再在这个水塘里面 要来找这个刀 前面后后再来抽水 就抽到三十年时间 水抽干里面 淫泥很厚的淫泥 就在淫泥里面 慢慢地要摸索 利用了一个装备 类似于那种地雷探测器的那个模样 它是对那个金属的物体有反应 找到这把刀 找到这个作案的凶器 对于我们整个案件的证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现场的那枚鞋印也有了着落 正是胡继金刀案的时候 脚上穿的那双运动鞋所留下的 而龚小静最后李嘉石所拎的五纺布袋 也在胡继金回家的沿途路边被找到 2014年5月28日 龚小静被害案在湖北省岳州市中组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上公诉人首先宣读起诉书 描述了龚小静和胡继金见面的情景 被害人龚小静 女末女16岁 让胡继金送死到河北省大发区保健进行学校 胡继金先开车时间将龚小静送到 保健进行学校大门店面的保护上 以下的细节在法庭上逐一得到了确认 原来那一天龚小静返校的路线和平时一样 他在家附近坐上了503路公交车 然后换乘到葛店的中巴车 下午16点左右他在葛店镇下了车 但是从这里到学校还有很远 有10公里的路 而这返校的最后一段路上 当时没有开通公交车 胡继金的面包车就是用来跑出租的 每天他正在葛店街上等客 他遇到了下了中巴车的龚小静 龚小静上了他的面包车 据胡继金说到了学校龚小静准备下车 两个人却因为车费产生了争执 胡继金一怒之下把小静绑了起来 用的是放在车里头的两条小布 那是他前两天参加姨妈的葬礼时拿到的 一路往南 胡继金带着小静来到了椅子山的小路上 最血腥的一幕就在那里发生了 熊山案发生的原因 按照胡继金自己的说法是 仅仅因为他和被害的龚小静 被车废弃了争执 他懵懂了杀心 但这真的是小静遇害的理由和全部的真相吗 小静已经不在了 我们再也无法听他说出来那天的真相 而在法庭上 关于小静遇害时的那些情景 他的妈妈根本就听不懂 早他一边做了 你乾方面也有没空 我怎么实际 praised 你这天我都有小根呢 饶下来吧 都喊了一股 都跳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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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经常收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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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要跟着 我说我说 我说你 我说你都看着 老人手里 那这个照片是存在他身边的孙女小静的最后的一张照片 为了他奶奶伤心 小静的爸爸曾把所有小静的照片都收走了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欢迎您王教授 就今年八月就发生了五起年轻的学生和女性 她们遭遇到这种劫持绑架侵害甚至被杀害的案件 有三起跟小静是一样的 都是年轻女学生搭黑车遇到了不法侵害 为什么这些犯罪分子会把目标频频锁定在年轻女性的身上 你看这几九个共性 单身女青年 我们再提出一个词叫被害人学 被害人学里有一句话 百分之四的人承受了百分之四十的犯罪侵害 什么意思 就是很小的一部分人 他们会多次的被犯罪侵害 如果这句话老百姓还不理解 我们再说一句话 大俗话 叫吃柿子 专检软的你 比如咱们真实的案例 有一个大学的团支部书记 这个人长得也好 人也好 结果他被犯罪分子性侵害 也是打了一个黑敌 他被性侵害之后 他居然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记住你长什么样 我一定要报案 那么正是由于这一句话 太刚强了 然后犯罪分子说 那既然这样 我没法留你了 把他杀了 如果真实遇到这样危险的情况的话 能做什么样的一些补救措施呢 应急有这么几个 就是斗智斗勇 你记住你是女孩子 他强你弱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找自己的生门 不要用自己的死穴 就是要斗智 不是斗勇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个女孩子 她是一个话剧团的演员 她一上车以后 她一下给她捆上了 她马上脑子一转 说我的生门是什么 演话剧 所以她当时就麻痹犯罪分子 跟她周旋 说她是老乡 然后又言谈中透露出 想跟她谈恋爱 这样最后她逃脱成功 这叫斗智斗勇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要吃要喝 比如说济南这个案子 实际上她已经被囚禁了四天 如果这四天 这个女孩子 如果不吃不喝 害怕紧张 那她的生命就会降到极限的脆弱了 是吧 所以要吃要喝 第三个争取同情 什么叫争取同情呢 犯罪分子 你可以跟她谈一谈 谈一谈 不是说所有的人 都是那个铁板一块 说不定能找到一点缝隙 为自己求得一点生存 也不是所有分子分子都要置于你死地 对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个机制报警 刀伤要再好 也不如手不拉口 什么意思 就是防范 一定要重于事后 在小静遇害一年后 葛电开发区呢 有了自己的公交车 孩子们上学呢 不用再坐黑车了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同时呢 像王老师刚才所说的 希望我们的女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提高警惕 把防范做到前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验说法 感谢王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 谢谢 欢迎订阅 如果您不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发言 请不吝点赞订阅